好我们来看 那扫罗家跟大卫家争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 这句话我们应该很好理解 因为最牛的人走了 扫罗死了 最能干的人 最能打的人 这个扫罗的儿子约纳丹也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亚尼尔那从第三号人物 就自动升为第一号人物了 第一号人物了 那虽然这个时候亚尼尔不是王 但是那个王某种意见是傀儡 那个王某种意是傀儡 我记得我在上周 我在上周的时候 我还提醒大家 我说不要在意那个头衔 人家称你为王总 人家称为你李总 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真的有实力 神与同在 所以这个亚尼尔呢 就是属于实力派 亚尼尔属于实力派 因为扫罗在的时候 他就一直跟着扫罗 做扫罗的元帅 而且做扫罗元帅也不容易 因为扫罗 这个那个时候 以色列所有人都跟着 都跟着扫罗 后来当然一部分人跟着大魏了 那是后来的事情 所以这个兵国将广的时候 你能在重任中 这个突出出来 也是真有本身 所以亚尼尔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 那本来就位列第三 那现在呢 扫罗也不在了 这个云拉丹也不在了 他就是这个全国的 这个应该是第一号人 那这个时候呢 伊斯波社他自己应该清楚这一点 伊斯波社他应该清楚 虽然他头上带着王冠 虽然大家称呼他为王 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实力的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为什么王牧师刚来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教会的老牧师请我 说我对我的接班人不满意 我看好你了 你来 我让他走 你来接班 你知道吗 我当时我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 能不能听得懂 我当时讲 我说某某牧师啊 这个世界啊 没有人不想当皇帝 每个男人心里面 都有个当皇帝的梦 我说我也希望 这个这个 很有权力 很有权威的 对吧 我说你的教会 又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会 我能在你的教会 做牧师很好 可是这个世界 最难当的皇帝 是儿皇帝 听懂了吧 这个世界每个都要当皇帝 可是最难当的是儿皇帝 你想想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那一个人 跟着老牧师 那么多年 老牧师让他做接班人 但是那个人 老牧师都不满意 说让他走 就让他走 直接跟我说 你来 我让他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人在 在那个教会里面 是有跟的人 是有 是有群众基础的人 都能让他走 就走 我一个空降兵 那个教会 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没有人听我的 没有人跟我的 然后我在那做 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事在人为呀 如果我一个人 我能做成啥事啊 你想想 过去这三年 我人不在中国 那些活动谁办的 孙灵办的 雪莹办的 冬雪办的 王辉办的 红雷办的 锦铃马金办的 得有人呐 所以今天 我在我们教会 我什么都不用干 我说句话 事就可以办了 但是我到那个教会 我说句话 我说十句话 也没人听啊 你是谁呀 人家不认识你呀 所以今天 人家那一个人 有群众基础 都没让老牧师满意 那我一个空降兵 怎么可能 让老牧师满意呢 那一个人 有群众基础 老牧师 随时都可以让他走 我这一个 没有群众基础的 我去干嘛去啊 我去就是个傀儡 我去就是傀儡 那个前面 那一个接班人 因为有群众基础 有可能不听老牧师的 而老牧师用 我有一个好处 我没群众基础 我必须听老牧师的 你们听懂了吗 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 你们听懂了 你们就打字 牧师说的对 那前一个接班人 他可能因为有自己 因为自己也有点群众基础 你知道吗 觉得自己 有有有 也有几个司导 那可能就不听老牧师了 然后他又做得 让老牧师不满意 那我去了呢 老牧师用可以放心了 为啥呢 因为我没有群众基础 我只能听老牧师 他让我往东 就往东 让我往西 就往西 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傀儡了 所以虽然表面上 我是那个教会的牧师 但是真正的牧师 是后面的老牧师 所以今天 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你知道 这个江泽民 厉害就厉害在这里 他虽然知道自己是傀儡 到了 到了北京 不如上海爽 毕竟在上海 自己是老大 可是到了北京 你知道吗 那有叫八老吗 你知道吗 什么那个一大帮老头 你知道吗 在控制中国 你知道吗 那那个江泽民 就是老老实实 做了很多年的傀儡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你不得不佩服江泽民 他就老老实实做傀儡 你一直把这些老人家 熬死以后 那他开始当皇帝 并且后来他还当了几年 太上皇 所以亲爱的听众 亲爱的姐妹 你去看很多事情 你会发现 圣经早就给你写了 只是你没看懂 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去想 所以这个伊斯波社 他没有看清形式 你不要被你 同样的王冠所欺骗了 你不要以为你戴上王冠 你就是老大了 所以这个伊斯波社呢 就批评亚妮 批评亚妮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面 我想告诉弟们 想告诉姐妹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 这就是命 你说伊斯波社 他知道了 鸭尼尔跟他爸爸的中国话 叫一双 这个一起睡觉了 他能不说吗 他不能不说 但是他说了 就造成一个局面 就造成一个局面 让鸭尼尔 让鸭尼尔就 决定不再跟你玩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圈姐妹 亲爱的弟兄 圈姐妹 你看 这就是一个局 这个局 就是上帝做的 因为扫罗家 虽然强大 但是上帝离开了 扫罗家 你听懂了吗 扫罗家 虽然强大 上帝离开了扫罗家 所以扫罗家 就会有一些四分五裂的事情 而这个四分五裂的事情 从哪开始 从不圣洁开始 从他的元帅 最皇帝的小老婆开始 那后来的小皇帝 又看不惯 又说两句 所以本来一个 这个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大会 一个互相攻击的大会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特别强调的 就是圣洁 我们特别强调的 就是顺服 为什么 因为即便我们教会人少 当我们团结 当我们圣洁 当我们顺服 我们有什么 有足与我们同在 所以就会不断有好的事情 不断有好的事情 不断有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神离开我们了 我们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然后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了摩擦 有了隔阂 甚至有了敌对 那即便我们教会几千人几万人 最后也都是烟消云散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看 因为神不与扫罗家同在 所以这个亚尼尔就骄傲了 你知道吗 亚尼尔骄傲了 中国话讲叫什么 叫适才自傲 他觉得 我很厉害 他觉得 我如果不救你 你还当啥王啊 他觉得 虽然你是王 但是我有特权 所以 这个亚尼尔 才敢去睡 扫罗的那个 宾飞历史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 你们知道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把一个同工撵走了 那我撵走 他的原因就是这 他觉得 他是王牧师身边的人 他觉得 是王牧师这次来洛杉矶 第一个收的徒弟 他觉得 别人得跟他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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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然后他才能把那些人 带到王牧师里 或者说别人 如果得罪他 王牧师就不会去 去帮那些人 你知道吗 当我感受到 这种 这种风气的时候 我提醒过他 我警告过他 但是我看到 没有效果 我就果断的 让他走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当老大的 你必须圣洁 当领导的 你必须圣洁 管好自己 管好身边人 打字方便打字 管好自己 管好身边人 管好自己 管好身边人 所以今天 伊斯波社 做的没有错 伊斯波社 做的没有错 可是 他太弱了 他没有神的同在 当你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你做对的事情 但结果也是死 那亚尼尔呢 是 是老大 可是亚尼尔那边 因为没有神的同在 也自然失去了 对神的敬畏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些有神迹的人 也是非常顺服的人 北京的那个 沐浴姐妹非常清楚 他看到亚尼先生有很多神迹 但是他也看到亚尼先生的顺服 有什么事情 亚尼就是不动 他说我要问牧师 牧师说 OK 我再动 所以这个 这绝对不是亚尼演戏给牧鱼看 这就是亚尼的生命 有什么事 我要问牧师 牧师说 OK 我就去做 OK 我不做 所以你看 在亚尼身上有神迹 在亚尼身上有神迹 这是你看到 但是你没有看到 是亚尼对神的敬畏 对权柄的顺服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啥叫神同在啊 我一朝一夜我就知道 神与你同在还是神不与你同在 我朝一夜我就知道 神与你同在还是神不与你同在 就是对神的敬畏 和对权柄的顺服 我们就拿现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 那个朋友把一笔钱要回来了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有很多账单的 你知道这点钱要回来了 付付这个还婚那个 那就没了 但是这个人二话没说 钱到账 立马就转了十分之一到我的账上 你知道吗 那我就知道 后面的钱还会要回来的 因为他有对神的敬畏 有对权柄的顺服 你有对神的敬畏 你有对权柄的顺服 后面就有神迹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心里面骄傲 完了还求神祝福你 你不要心里面骄傲 还求神迹伴随你 怎么可能呢 听懂了你就打字 我们不要一边心里骄傲 另一边又求神迹伴随 我们不要一边心里骄傲 另一边请神伴随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谦卑 顺服 感恩 谦卑 顺服 感恩 我们就是谦卑 顺服感恩 后面就有神迹伴随我们 你别以为谦卑就有人敢欺负你 眼里谦卑我也不敢欺负他 神与他同在太强烈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谦卑你越得到尊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觉得你牛掰 你叫这个鸭尼儿就牛掰 我连皇帝老婆都敢睡 结果鸭尼儿最后怎么样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里面环环相扣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我从来不羡慕那些大教会的牧师 那些大教会的牧师 他们越骄傲 我就越觉得 妈 你的倒霉的日子就在前面呢 我虽然是个小教会的牧师 但是我知道 我就与神同行 我就与神同在 当神抬举我 我们教会分分钟钟就可以变成一个大教会 但是今天 我们求的已经不是大和小了 我们求的就是 每一天有神与我同在 我们求的是 每一天有神迹伴随 阿门嘛 所以你们阿门 你们就打字 每一天有神与我同在 每一天有神迹伴随 所以你看 神离开扫罗家了 扫罗虽然强大 但是里面乱七八糟 这个 做对事的人 一事不成做的对 他批评亚尼尼儿 可是没有神与他同在 他做对了 反而惹来杀身之祸 亚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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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崔娟也好 冬雪也好 红雷也好 景临也好 马俊也好 我非常小心 我不在乎他们把事干得好不好 我不在乎 他们把事干啥都没关系 但是我在乎他们的品格 他们是不是敬畏神 他们是否顺服权柄 所以我不在乎 你要明白 所以你会发现 有的教会他在乎你 有没有把事干好 他在乎你能力 他不在乎你的品格 他不管你是怎么 怎么不择手段把事干好的 你懂吧 这些教会暂时肯定很繁荣 最后都会出事的 我们就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院 哪怕孙林把事干砸了 哪怕雪原把事干砸了 我还让他们干 因为我看重的是 他们对神的敬畏 和对权柄的顺服 然后因为这个 神会祝福他们 他们早晚会把事办好的 因为我们把事办好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把事办好 是靠着神的恩典 阿们嘛 所以我提醒 各地的负责人 像沈炎了王兴 上丹东的雪红 上深圳的开顺 我提醒你们 就是你们现在是各地的负责人 你们也需要 你们身边有同工了 你们是我的同工 你们也需要你们的同工 怎么选 不是说有能力的就让他上 有能力的人很有可能像亚尼尔一样 他有能力 他不把你放在眼里 事实上约亚也是 你看约亚也是 大卫怎么评价约亚 大卫39月说 我虽然已经是亡了 可是今天我还很软弱 为什么西亚鲁的两个儿子 一个是约亚 一个是约亚的那个弟弟 那个 雅比塞 约亚和他的兄弟雅比塞 还有个兄弟雅撒 雅撒死了 所以他们两个经常欺负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选同工 他有能力 好不好 但是如果他没有对神的敬畏 他没有对全民的顺服 你会发现 最后他对整个系统是破坏的 他对整个系统是破坏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弟雅撒死了 姐妹 当然我们也反过来 我们不要说 反正我就爱神 完了我就把事干砸了 孙雅就心里想 我就干砸了 没事 牧师也不说 那不可能 但是你不要故意把他干砸了 你用心干 最后还是砸了 没关系 你上来就想干砸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弟雅撒死了 姐妹 反过来想 如果他敬畏神 他顺服全品 他肯定不会想着就把事 上来就想着把事干坏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弟 亲爱的弟弟 绪华和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这个 盐桂刚 你们你们当老板的 你们什么人 可以留在你们身边 为什么 我们做不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团队没建起来 你以前是一个夫妻店 现在还是个夫妻店 你团队没建起来 什么人可以留在我们身边 你们现在要思考这个问题 什么人可以留 就是说 有一些人是很有能力 很销售很厉害 能跑客户 你会发现 他他跑客户的时候 你给的价钱高 他跟着你 你给的价钱不如同行 人家就转身带着客户上那边去了 所以今天 今天 今天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哲学 就是 今天我们要培养一个团队 真的是 这个一生一世的团队 就是今天我们 我们做花生品 他们也跟着我们 今天我们做别的 跟着我们 今天我们做这个 他们用心去做 做那个 他们也用心去做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想 我们以前 我们有教堂的时候 这些童工在 现在我们没教堂 这些童工也在 以前我们是搞 全国大聚会的时候 这些童工在 现在我们各地 搞自己的聚会的时候 这些童工也在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这个 这个才是我们的哲学 这个才是我们的文化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盼望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能把今天的讲道 真的反复听几遍 听到心里去 然后在自己的行动当中 所以今天 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童工 和我们各地的负责人 都需要每天一个祷告 主啊 让我知道 什么人 可以做我的童工 让我知道 我应该选什么样的人 来留在我身边 所以 王兴也好 雪红也好 这个新宇也好 阿尔利也好 包括北京的 这个詹妮也好 我们 我们选人 我们选人用人 这个 这个原则 所以今天 这个亚尼尔 和 那边的大卫手下的约亚 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两个人都很有本事 两个人都很有本事 但是这边 本事太大 连老板的老婆都敢学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 这个伊斯波社 批评他 对 但是伊斯波社 这个时候 也很尴尬 他没有那个power 他没有这个power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 我们2023年 我们2024年 我们2025年 是一个教会 大爆发的时代 相信我 我们教会的人数 会增加 我们各地的分会 会比现在多十倍 我们各地的 各地的分会 会比再多十倍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有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的同工不够用 我们的同工不够用 所以今天 我们 我们的同工不够用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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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同工 还要带出你们的同工来 我们的同工 每个同工 要带出你们的同工来 所以今天 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神 不与扫罗家同在的 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是 有能力的人 对的人 没能力 有能力的人 不对 所以就 最后就 messing 然后 反过来 大卫这边 虽然 约压不服 但是至少 大卫还压得住 大卫还压得住 那大卫压得住 是靠神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可以总结起来 你也可以用一些 能力强的人 就好像大卫用约压一样 但是 你必须好好祷告 神与同在 你要压得住 压得住 那 要么就是 你 从一开始 你就选那些 敬畏神 顺服全命的人 跟着你 你在 你不在 他都在 就好像我们 中国的同工一样 牧师在 牧师不在 他们都在 而且很用心在服务 所以 所以今年 我们 我们 我们会在中国的职场 做一些事情 我们在中国的职场 做一些事情 这个是我自己跟神祷告 我都没跟这个 孙林学院讲 但他们自己就开了一个 孟之队的分会 我非常高兴 我奉祝你们 祝福他们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 我盼望 未来 我们 我们在 我们在中国的职场 我们不断的 这个推广 这种 爱的文化 接纳的文化 欣赏的文化 同时也是 顺服的文化 尊容的文化 让中国的公司 能成为一个健康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结构 出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 我们往下看 所以今天 我们看 本来呢 大卫这边 越来越强 扫楼这边 越来越弱 但是呢 即便如此 扫楼这边还是强 因为毕竟一见底厚嘛 对吧 那大卫这边 但是呢 这个本来 这种 这种征战呢 会持续一段时间 你知道 所以 从某种意讲 这也是上帝的超资源介入 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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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尼尔说 我不玩了 我带着兄弟们 跟大卫了 不打了 两面合一起了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们 亲爱的姐妹 所以你看出来没有 亚尼尔早就知道 大卫是王 那为什么亚尼尔 一开始不去呢 因为亚尼尔说 我到那边 我还是给人家打工 在这边 虽然是表面上打工 但实际我已经做王了 你懂吧 但是因着一事不合设 这么一搞 所以亚尼尔 顺了神的旨意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你知道吗 这帮人 知道神的旨意吗 知道 但是顺服神的旨意吗 不顺服 他们一直在平衡 一直在算计 哪个对他们有利 所以我们教会的同工 我一直主张一个 就是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你不要算 这个事对你有啥好处 这个事对你没好处 你要做 为什么 对我们教会有好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牺牲精神 因为你在地上的牺牲 神在天上 今天 阿们吧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来讲 所以亚尼尔在这里面 他最后归顺大卫的背景是这个 所以我今天把前面后面都给你讲了 这也是神的计划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就不用打呀打呀打呀 最后大卫把他们全部打光 因为毕竟所有的以色列人 他们互相为骨肉同胞 都是上帝的孩子 所以上帝也愿意祝福大卫 让他们早一点两边合在一起 让大卫做两边的网 做整个以色列的网 所以十一节 这个伊斯波社 惧怕亚尼尔 伊斯波社惧怕亚尼尔 不敢回答一句话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 这就是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场面 OK 所以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讲到这 所以我们标记一下 我们就讲到了 撒末尔 撒末尔记下 三章的十一节 我本来还是要讲一讲 这个谁啊 讲一讲这个米甲 这个米甲 这个米甲 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时间 时间我应该 应该不太够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十一节 那我们下周 我们就讲米甲 我们继续讲 亚尼尔 我们就 我们一起来祷告 然后就说 我们下周 稍后 看看 谢谢观看